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耶稣基督池来在这个海上行走的时候 他们看他是鬼魔就害怕了 然后耶稣说 是我 原来是耶稣 所以就不必怕 所以他们怕鬼 对不对呢 我们小的时候睡觉怕鬼 很正常 跟彼得同等 所以我们不要自卑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在苦难中间 在受难的中间 在很艰苦的岁月中间 忍耐不能到底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回想 从前的使徒 从前的圣人 从前的教父 从前的先知们 从诱伯到诱汉 都曾经是一个受苦中间有软弱的人 当然上帝不撇下我 所以我们思想他们 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是第四个大动力 那这些忍耐的人 我们都宣称他们是有福气的